说谈都是我吴根生给你们面子 其实今天我只是有话告诉你们而已 都给我乖乖听着就是了 哪来那么多废话 本周三一门最新情报已经更新 随着全性众人的赶来 吴根生感觉今天应该不是他上路的好日子 吴根生是不想和三一门单挑了 他准备和三一门以及在场的各大派好好的谈谈 毕竟现在开打 吃亏的就只能是三一门了 毕竟以三一门的实力 是不可能以一家之力对抗这么多的全性妖人的 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和吴根生谈 反观吴根生愿意谈 但是不代表其他门派的人也愿意和他谈 毕竟在他们的眼里 吴根生虽然是善意的全性掌门 但是归根结底也是全性妖人 是没有资格和他们这些名门正派的弟子谈判的 当然真正的掌门这时也是不屑发声的 说话的都是些门派弟子 对此吴根生则是不屑一顾 毕竟要和他们谈 还是吴根生给他们这些人面子 不然他要是不愿意谈 以全性所具备的实力 他完全可以带领全性弟子团灭三一门 毕竟吴根生身为全性掌门 完全拥有这个号召力 当然有龙虎三章以及各大派高手存在 吴根生也不可能在这里灭了三一门 但是这件事过后呢 吴根生完全有机会折服起来 所以吴根生应该是给了三一门一个报仇的机会 双方之间进行一场大战 而且应该是生死战 谈判应该是吴根生和三一门的人谈的 其内容不得而知 估计是展开一场大战 而且三一门这边 要求李沐玄必须参战 毕竟这件事的根本原因 还处在李沐玄的身上 要是李沐玄不参见就没有意义了 只是目前还不知道是团体战 还是单人一对一的大战 就和唐门鱼忍中一战 漫画周五正常更新 请大伙拭目以待 以上内容纯属分析猜测 请大伙理性讨论切勿教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